刘培元的常识宝典 用电的度数瓦跟千瓦 这些都是生活常识 但有一些涉及到稍微有点专业的知识 但是也在我们一般经验法则之内 所以这一集的讯息量当然也比较大 也很实用 可是一般老是搞不太清楚 你说不懂 也知道一些 你说很懂吗 观念又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来做这一集视频 介绍一下 什么叫用电的度数 什么叫瓦 什么叫千瓦 就是从家庭里面用电 还有一直到整个台湾的发电 做一个基本的介绍跟讲解 我们一般是讲说家里 我们一般讲家庭 因为用电有很多种 有家庭用电 有工业用电 国防用电 各种 就一般简单讲 一般家庭 私人 私人的 或者公司航好政府 这种一般的企业 公司团体 机构 还有一般的普通家庭 就大概这两大类 那我们就说一般家庭 你说家庭 不一定 每个家庭有的两口之家 有的大家族 那倒不一样 每个都不一样 就是我们一般家庭会讲说 你家里 张太太 你家里 电费 电费 我们台湾是两个月收一次 当然有些 一般公司航好 集合住宅的公共用电 一个月收一次 不一样 就说张太太 你们家一个月电费多少钱 不管一个月收一次 两个月收一次 大家关心 第一个 你家一个月电费多少钱 但每个家不一样 装置的 用的电器 使用量 使用谁都不一样 你家一个月 用电费多少钱 你家什么 一个月1800 我家什么3200 怎么那么贵 然后第二个就关心 你家一个月耗电几度 不知道 要看那个 看那个台电公司的 那个电费单 可电费单一般只管多少钱 如果超过太多 就去打个电话问一下 只知道多少钱 至于说发电多少度 我家使用多少度 就不管它 也搞不懂 我管它 反正我就交钱就好 反正我家平均 两个月来一次 当然是 两个月 比如说3800 就一个月1900 就差不多 差不多就去交了 如果说 平常两个月收一次 3800 这什么 5600 是不是夏天 开冷气 什么关系 就问一下 所以我们一般就说 你的电费多少钱 那我们这个 我们先讲这个 什么叫一度电 我们先跳到这个一度电 这是一般你都知道 你家电费多少钱 这一般都知道 可是你电费多少钱 是根据你用多少度来算 一般多少度就搞不清楚 我们再科普一下 这一度电 因为它是用一度电来算 台电来收 至于说什么瓦 千瓦待会再讲 一度电 就是看你一个家庭 一个月使用多少度电 当然两个月 一般家里 大楼 什么什么 公司 可能一个月 一个月交一次 来一次账单 就一度电 就消耗电量 就电 消耗电量 消耗几度 消耗两度 三度 五度 一度多少钱 那就算你多少钱 当然什么有夏天 夏天的比较贵 冬天比较便宜 那是另外一回事 还有这个大楼 有些大楼企业 有一个叫契约容量 那待会有机会再提 那就比较一般人少碰到 就是那个耗电量 一千瓦特 瓦特是英国发明家 我们先讲瓦特好了 因为就是一度电 就消耗一千瓦特 的这个用度 这个各种电器 这个什么 这个微波炉 电磁炉 电风扇 这个电脑 真的就是会插电的 这个各种电器 是这个耗电量 一千瓦特 连续使用 一个小时所消耗电量 它用小时来计算 这样一度电 所以一度电呢 就是一个小时 你这个电器 插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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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小时消耗能量的速率 这个你听不懂 没关系啦 反正就每小时耗电 耗电的这个量 耗电速度 代号就是瓦特 因为这是英国人 瓦特嘛 发明嘛 就叫瓦特 发明真气器的英国家 瓦特发明 一瓦特呢 就是每个小时耗电 耗电的数字 它是一个瓦的一个基本 单位 瓦特数越高 就显示越耗电 但是像灯泡啊 你说这个 以前我们的错误的观点 多少瓦 然后多少 多亮 这个灯泡是 消耗瓦数是没问题 可是 灯泡的瓦数不是 不是照明啊 照明是用流明 我们在 我们在那个 前面 比较早有一个专门介绍 这个这个东西 瓦特流明 那个看的人还比较多一点 就真正灯泡量不量 是看流明啊 不是看瓦特 瓦特是耗电 所以为什么像那个 省电灯泡 就大家拼命买 它贵是贵一点了 可是它流明数高 它很亮 可是它消耗瓦数很少 所以叫节能灯泡 节约能源嘛 不耗电 消耗瓦特数目 比较小 可是流明数又很高 比较一千流明 一千五百流明 所以电力公司的 一台这个 一度电 就等一千瓦特 比如使用一台 六十瓦特的电风扇 使用十小时 等于零点六度 我们这个 这个不管 这个简单讲一下 反正我们第一个要知道 就是一度电 所以我刚才讲说 我们只关心我们家里 这个电费单多少钱 多少钱是根据多少度 多少度是根据瓦特 瓦特刚才介绍了一下 那一度电就是 稍微记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 一个小时 消耗电量一千瓦特 就是一度电 当然一度电 一度多少钱 待会会讲 所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观念 这一集的讯息量比较大 所以你有兴趣 你可以再看第二次第三次 没什么兴趣 你就稍微了解一下 就可以 那这个表就很实用 就是说 我们一般家庭的电器产品 哪些耗电 哪些不耗电 这个人说 了解一下 你看这个消耗功率 多少瓦特 就是这个瓦 瓦特数越高的 就越耗电 你看排名第一名 哇 这个比第二名都高很多 最耗电 元凶 就是电热水器 哇 电热水器消耗 6000 6000瓦特 你看 其他的 干液机1200 微波炉 这个都耗电1200 你看 比6000低很多 你看 冷气机 这当然是1.5吨左右 因为冷气机 顿数不一样嘛 有的0.8 最小的0.8 那当然就不到900了 有的说 它就两吨 两点半吨 三吨 那就不止了 900 就大概1.5吨左右 900 也不少 电热水器700 也不少 哇 这个电热水器 怎么这么厉害啊 这个 因为它要烧水啊 烧水啊 瞬间要加热啊 你烧水加热很慢的话 洗澡 冬天洗热水来不及啊 所以它的消耗功力很大 在短时间之内 把这个冷水烧成热水 所以它最耗电 你看6000下死人 看影机800 电瓶箱反正你看 电瓶箱反正不太 但是现在电瓶箱很多是都变频啊 这都跟变频有关系 电瓶箱还好 130 不多 初期280 干一机耗电一下 电锅也比较耗电800 微波路很好电啊 1200 红碗机也不好电 大概的情况 像什么电脑那些也比较不好电 所以你看比较耗电 就是电热水器第一名 6000下死人 这个领先群雄啊 这个领先很多啊 最耗电 冷气机当然也耗电 900 电暖炉当然也耗电 700 干一机也耗电800 就足水的很耗电 干一机也电锅 微波路很好电 所以你就说最耗电 电热水器很好电 冷气很好电 电暖炉很好电 这个电锅很好电 微波路很好电 这些 其他一些什么 电冰箱还好啦 主持机啊 红干机这些 当然了 这些它是耗电的功率 用瓦数 可是实际上呢 用的度数 我们再看看 这两个不一定一样 你看这个电热水器啊 它最耗电了 6000 6000瓦特 或者我们就要6000瓦就可以了 瓦跟瓦特一样 可是呢 它消耗 一般家庭消耗 消耗电六几度 比这个冷气机是怎么少啊 冷气机才900 还6000 什么 冷气130 因为它这个不一样啊 这冷气机就大概啊 就是每天啊 就是开五个小时来算 时间长 可是 可是电热水器呢 它只开20分钟 就是洗澡 当然你 当然一般家里人多的话 不只20分钟 往上加啊 但是 这60是低了啊 你就可能到100以上啊 因为你 一般家里人不可能只开20分钟啊 如果一家四个人五个人 每一根开20分钟 半个小时 那就加倍很多啊 那就是动不动 那就跳到比那个冷气啊 所以这个表有点不准啊 因为你 你电热水器 你不可能一天只有一个人洗澡嘛 你一个人洗澡也要开20分钟啊 就60 那你三个人洗澡 你乘以3 180 随便就跳过 所以这个表也不太准啊 其实还是电热水器最高啊 而且电热水器呢 这边只开20分钟 那最有一种耗电 就是你一直打开 一打开 它不断加热 那就很好电啊 所以这个 平常的时候呢 关掉 要洗澡之前 10分钟 20分钟 再去打开 这只耗电 所以其实还是 电热水器最好电 因为这边20分钟是比率 这个取样太低了啊 这应该一般正常家庭 都要几个人晚上洗啊 当然有人说不洗 儿子女儿说我今天不想洗啊 那也不一定啊 但是20分钟是偏低啦 所以我看它再怎么样 也不会比冷气机来得少啊 所以冷气机这个表上啊 最耗电的是135度 耗电量最大 那其实是电暖炉跟热水器啊 当然夏天就没这个问题啊 夏天就不太会开电暖炉啊 那夏天啊 那个夏天跟 都洗澡没差啦 洗澡大家每天都要洗啊 不管夏天冬天啊 像这个耗电比较高 那就是冰箱啊 因为冰箱是一直开嘛 冷气机你不一定20小时开 当然有个家里 20小时都开了 反正这个表就是取一个平均值啦 那有人冷气机一直开 那就不一样了啊 所以这是一个一个参考表 反正就是给我们一个概念啊 哪些电器比较耗电啊 来说多耗电 有数据 有数据啊 当然不用 不容厂牌 冷气机这个 顿数大了 顿数小了 不一样啊 电暖炉有时候你开单管啊 酸管 酸管啊 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参考试啊 就是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概念 好那再来呢 就是说那一度电多少钱呢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 就这个表很复杂 但是没关系 你也不用去记 记得也没用 因为它弹性的 因为那个电力公司啊 就说 你用电度数越高 这个观念跟我们一般相反啊 一般说 我买东西买的越多 打个折扣嘛 正常 买的越少就 没得讲 就是多少钱 可是台电刚好相反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资源有限啊 所以呢 你看 一度电从 一块 这台币啊 到台币啊 一度电 一块六 这个分不用管了 我们实际上分用不到嘛 连角都用不到 但是它只是一个计算的方法 你看从 一块六 到六块四 我差好几倍 差四倍 差四倍多 我怎么差那么多 哎 不对啊 怎么用电越高 他们越贵啊 这应该是用电越高 一打折啊 不是 当然这个用电 这个只是一个 基本的一个表格啦 因为还有民生用电 所谓民生用电 一般家庭用电啦 跟企业工业啊 工业那个厂房用电 又不一样啊 这个没办法讲那么细 就一般来讲呢 刚好相反 电用的越多 越贵 就单位啦 一度越贵 就是因为资源有限 资源有限 这当然跟我们一般观念不一样 那所以企业界很不高兴啊 我是用电大户啊 应该给我夹奖啊 给我打折 台电都对不起 这个我们台湾的电不太够啊 不是很够啊 所以没办法啊 这观念 跟一般的不一样 所以就是 用电啊 它分成六个集聚啊 什么一百二十度啊 多少度到多少度之间啊 至于看这个表啊 最多一千度以上的啊 它分六个单位 所以你家如果是啊 这一个人 我就一个人住啊 平常又在 都在外面比较多 很少回来 你就可能一百二十度以下 就便宜一度啊 这当然夏天非夏天不管了 自己去看 但是它一样啊 都是 你的电费很便宜 一般正常家庭可能是 落到这边啊 这个第二级去 第三级去 一般家庭比较多 所以一般家庭可能是 一度大概两块多 两块多 一般是两块多 如果你用电很少 你租房子又常常不在家 就是一块多 一般家庭可能两块多 那如果是 你家里人很多啊 豪宅啊 用电啊 或者企业用电啊 工厂用电 那就跟四块以上啊 所以 所以这每一度电啊 最少从一块多 所以有人 有的家庭 有的厂房 他一度一块多 有的两块多 三块多 有的四块多 最高到六块多 就是不一样 用电就惩罚 因为台湾 可是我用电那么多 我帮你台电赚钱啊 为什么惩罚我 因为电不够啊 所以台湾这个电不够啊 所以有时候会限电啊 所以这个我们基本了解啊 这个一度多少钱 没有标准答案 绝对没有 没有 就大概大致上可以讲 一块多啦 一块多到六块多 用的越多 越惨罚你 所以这个观念跟我们讲的不一样 可是台电也没办法 因为电不够 可是 可是这个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啦 就是有些企业说 那为什么不迷因啊 迷因的话 它可能更有效率啊 价钱很低 所以这侵蝕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台电开放 政府多少年 不开放 这个不能开放 那很多企业说 为什么不开放 这应该开放 这就是政治问题 一个社会的问题 到底该不开放 所以后来台湾 有限度开放 可是换汤不换药 等于是 有开放没开放一样 那油后来也开放 可是也没什么用啊 你说我开放 台数也可以做石油 可是进口 只能中油进口 也许台数有个进口 这我搞不清楚啊 就是还是 等于是没有完全开放的意思 所以一般家庭呢 一个月用电度数 就大概三四百 所以有的 我一个人住啊 住套房啊 常不在家 可能一百多度 那一般正常是三四百度啊 比如说你 两三口人 可能三百度啊 或者接近三百度 你一讲那种五六 五六个人啊 又很 又常常开人气啊 那就可能三四百度 甚至更高啊 就这个基本管理啊 就一度啊 大概一块多 一般家庭 不会到五六块啦 一般就是 一块多两块多啊 比较多啊 台币 用电度数就大概 三百到四百啊 大概是这样子 你不要杠子头说 不对啊 我只有两百五啊 那你 那你就人少嘛 常不在家 有人说不对啊 你讲的不对啊 我家是四百五十度 那你不要杠子头嘛 那你家人多嘛 电器用的凶嘛 我只讲的是 一般的平均值啊 所以人就是不要杠子头 我们就讲一个平均数 那你不是平均数 你说啊 你这个不准 不是啊 那你家特殊啊 你家也可以十个人住啊 你家也可以 人气机五台啊 那你有钱啊 全部都开 二小都开 那当然超过 好 那我刚刚讲过了 公立单位啊 所以我们这边 大概 这边介绍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 跟比较是 大方向跟这个国家 跟台湾啊 整个政府台湾啊 有关系的 就是说 顺便这个千瓦 千瓦就是一千 一瓦乘一千就千瓦 所以这个字很特殊 中国字很特殊 它是一个字 但是它两个音 它不是一个音 中国字一个字一个音 但这个字 就是一个字 可是它发音 你不能 它没有一个音 就是叫千瓦 而且一个字 但是它念两个音 叫千瓦 这个字念千瓦 因为它是复合字嘛 就千跟瓦 组合成千瓦 千瓦这个字 就是一千瓦特 意思 就是你说 整个台湾啊 可以发多少电啊 四二一三 万千瓦 四千多万千瓦 那你说等于 四千多万 再乘一千 再乘瓦 就这个数量 但是因为量很大 你用瓦 瓦的话 这个数目太大 不好念 所以它就用千瓦 但我们一般家庭 只是算度数 消耗度数 但是呢 因为国家嘛 台湾 它就用千瓦 用千为最基本单位 四千 可是呢 是不是台湾 可以发四千多万 四千两百多万 千瓦的电量 绝对发不到 你说不对啊 你这边数字写四千多万 为什么发 这叫装置容量 装置容量 就是台湾所有的电力啊 发电厂 全部发电 最高可以发 这在理论上 可是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因为为什么呢 电厂有些要税修啊 它要保养啊 所以它调度啊 你全部都发的话 不可能啊 就像你家里有钱 你有五部汽车 你也不可能同时开五部 可能有一部去保养啊 去维修啊 或者坏掉啊 你可能也只有三四部可以开啊 所以这个装置容量 是台湾最大发动 发电量 理想中 但不可能 实际上差蛮多 实际上 不到 绝对不到 我们待会会提到 所以理论上 台湾所有的电厂 很多啊 电厂我们没办法一个一个讲 很多 理论上最高可以发 四千多万千瓦 台湾 大陆就多了 那乘以多少倍啊 那你说 那发电厂 有很多发电厂啊 发电厂不是一个啊 你看 像台湾像发电量 比例最高是燃气 燃气 应该核能吧 不 核能只有12% 不高 因为那个台湾 这些年是民进党主政嘛 他们就是要那个 这个 废核家园 最好把核能废掉 但现在没有办法全部废掉 已经降到12% 以前不止啊 国民党实在不止 所以现在台湾燃气 比例最高36 再次燃煤 27 再来是核能 12 再来再生能源 10% 再来燃油 油很贵啊 所以像台湾的问题 就是电价要不要涨 台湾说我受不了了 要涨 因为这贵啊 最便宜的就是核能啊 核能最便宜啊 再来是燃煤啊 燃油啊 燃油已经算贵了 可这些都贵啊 燃气很贵啊 水利也贵啊 风利啊 这些风利没写出来 这些都很贵啊 越干净的电 越贵 可是你说核能很干净 核能非常干净 可是为什么 台湾不要呢 你爆炸像车洛比尔 这平常没事啊 一爆炸 完蛋了 所以不敢用 那燃煤便宜 可是它会造成空气污染 可是这些燃气啊 水利啊 风利很干净 也不会爆炸 又干净 可它问题就贵啊 所以这个电力 这油一好 没电好 还没有说 又干净 又便宜 又不会爆炸 没有 全世界还没发明 还没有发明 燃气 风利水利 就是贵 很干净 就是贵 燃煤 也相对便宜 可是会污染 空气污染 用费发电 油也是 也是比较贵啊 而且比较不稳定 人家不卖油 给你怎么办 核能 很干净 最便宜 便宜就不得了 可是呢 不要爆炸 一爆炸就完 就像台北市 近郊 有个阳明山 没事 很漂亮 可以去玩 或者日本富士山 一爆 火山爆发 完蛋了 在这边了解一下 那你说 台湾 那台湾 理论上最多是 四千两百多万千瓦 但实际上不可能 因为那么多电厂 不止几十个 就我们说一百个好了 比如一百个电厂 它就只要税修啊 要维修啊 那到底够不够用呢 那台湾到底要用多少 因为你 你最多发电是 四千 四千两百万千瓦 结果呢 台湾最高纪录是 快三千八了 你看三千八跟四千二 也没有多少 而且你这个 四千二也常常税修不够 所以有的时候 台湾有的时候 啪一下限电 为什么呢 比如说那天用 台湾最高纪录是 将近三千八百千万千瓦 然后你看嘛 一定是夏天嘛 然后如果那天 四千二 有些税修不到 哦 限电了 为什么限电就要限电 那像今年呢 五月十一号呢 三百六也很高啊 也很高啊 结果呢 结果 那个也没有限电 为什么呢 因为它这个 因为这个到底 每天十亿可以发多少电 那个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只能说 最大的容量 如果全部不修的话 不维修 全部发电是四千二 可不可能嘛 所以那一天呢 三千六的时候 倍转容量只剩百分之十 等于优比 只剩百分之十了 那如果再超过的话 就危险 那百分之十多少 它搞不清楚 就是倍转容量 只剩三百六十一万千瓦 你看 所以你看 那天用电量 其实是 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大概数字 没有说刚好三千六 我就抓一个整数 三百六 如果再多三千六 如果再多三百六十一万 爆了 就限电了 所以就是台湾 就是经常危险 危险 那你说还好啊 剩三百六啊 应该还够啊 你看你 你毛起来用 也不过三千六 还要三百多万很够 不是这样讲啊 那你这些发电电厂 如果哪一个突然 跳机了 跳机了 或者突然有问题了 一关 我玩了 就限电了 所以我们在 录这一集的时候 的前一天 就是 新大电厂 就突然 停机了 出状况了 就限电 台湾就分区 轮流限电 所以 意思是说 台湾是走在 用电是走在 钢索上 看起来好像 不常限电 可是就是 它的背转容量很低啊 背转容量很 容量 也不够 就是老子 跑在边边 就是看 看运气 如果当天的 电厂 都正常运转 就勉强够 这哪个电厂说 哎呦 我生气了 而我哪里电路出问题了 这个 因为这个 电厂出问题的原因 很复杂了 或者 比较大一点的电厂 比如核能 通常一个核能电厂 有两个机组 不会只有一个机组 那不服经济效率 比如一个机组跳了 或两个机组跳 马上限电 在台湾的情况 是这样子 所以台湾 这边也差不多了 就是说 燃气 这是107比较早了 现在燃煤又降低一点 就是反正燃气第一 燃煤第二 核能 其他 再生能源 7电公升 所以这边就是 用最简单的方式 把台湾的用电 包括民生的 家庭的 这些 做一个最简单的 一个讲解 反正就是 你只要知道 你家里 用一个月 电配多少钱 是根据度数 而度数呢 又是根据瓦特 一度就是 每小时 你烧那个电 使用那个电 1000瓦特 的那个消耗电量 就是一度电 就一度电 但是一度电 多少钱 没有标准 也很乱 就大概 一般家里 工业 用的工厂比较贵 一般家里就是 一块多两块多 比较多 然后这样换算起来 所以这边 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哪些电器 很耗电 我就少用一点 不要常开 因为它耗电数 跟你开的时间 有关系 所以冷气机 因为常开 夏天常开 电冰箱 电冰箱看起来 不耗电 可是它20小开 电冰箱没有说 我一天开12小时 没这回事 一定20小时全开 冷气机 不一定全开 所以像电热箱 最耗电 6000瓦 所以你平常 没事关掉 要用之前 最多半个小时 或10分钟 20分钟 开一下就可以 然后洗完了以后 如果后面有人 接着洗 就不要关 如果暂时门 洗就关掉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表也蛮实用 所以一度电多少钱 没有标准答案 台电是分为 六个集聚 反正就一块多 到六块多了 台币这样子 一般家里用电数 一般是家里 一般正常三四百 一般是这样 除非经常不在家 或者家里人特别多 或者家里有钱 不在乎 一直开 不要关 这些 然后也讲台湾 现在目前 因为要 要环保 用这个 胖污染 废核家园 不要核能 所以就把燃气提高 所以像台湾 燃气已经到 百分之三十六了 核能降到百分之二 那燃煤 燃煤为什么不降呢 降不下去 燃煤一降 燃气又上不来 那马上每天限电 所以大家像台湾也在骂 说你核能是降低 可是核能 多少你再爆一次 这很难爆 可是不行 降低 可是燃煤反而糟糕 它反而空气会很糟糕 可是没办法 因为它比较不容易爆 可是它不能降 而降的话燃气不够 马上每天限电 所以燃煤保留了 还有百分之二 所以大概的情况 所以台湾最多 理论上所有的电厂 如果全部都不休息 全部都不保养 四千两百多万千瓦 一千瓦 这个字连千瓦 就是一千瓦特的意思 一千瓦 所以台湾就是 现在夏天的时候 每天用电量 就三千五三千六在跑 最高纪录都快三千八了 冬天就少了 冬天就可能 不到三千万千瓦 可能两千多了 因为这个不开冷气 这些东西 所以台湾的备转容量 就用电 都不够 就随时夏天 随时有限电的危险 因为剩的不多 所以只要有大的电厂 一停工 出状况 停机 因为停机 它不可能 不可能马上 尤其核能电厂 一停机 都要隔好几天 还要经过测试 经过原委会 要检查 要通过 所以这个很麻烦 但是我这边 尝试密集 是比较不讲英文的 但是我有十五个 YouTube频道 其他都是讲英文的 所以我英文里面 这些功能性的 这十二个 都是我的一个心血 所以大家 不妨这十二个多看 其他综合性 当然也可以看 所以这一集就是 用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大家了解 我们跟用电 家庭 尤其是家庭用电 当然有些专业的 如果有机会再讲 我们就是尽量讲 一般人听得懂了 你家里用电 多少钱 电背多少钱 到底用多少读书 读书是怎么来的 台湾到底可以发多少电 为什么常常说 有可能限电 我们就把00中总 做个基本的介绍 这集讲到这里